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喜欢的裤子 他们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是橡皮筋的 因为随着天气变热了嘛 就最近非常非常热 大概就是体感温度已经到了二十几块三十度那种感觉嘛 所以我已经很久不穿比较紧身的牛仔裤了 然后而且最近我有胖到人生的新高峰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镜头里看不看得出嘛 但是我自己心里有一清二楚对吧 所以就是也有点比较倾向于穿比较宽松的裤子 然后也不要为难自己嘛 所以我就最近买的裤子都是比较走宽松风运动风这样子 先是一条完完全全的感觉上 就是看上去就是运动款的运动裤的款式 就是长这样 橡皮筋然后前面甚至有两条袋子 多么运动款对不对 然后下面腿的部分呢 就是也是有收起来的橡皮筋 这条裤子 我比较喜欢它的点是在于它的材质 但其实我不是很确定它到底是什么材质 就是我拿在手上的感觉 就很像那种丝的还是稠的 你们可以看到光泽吗 就是是那种 然后它就是那种垂坠感很好的运动裤 就不是棉的或者怎么样 那然后这就意味着什么 就是你穿的时候它不会贴在你腿上 很凉快 而且它很薄 然后你垂得比较好的话 就是会感觉你的腿比较 就腿型会比较好看 然后不会显得特别短特别粗 因为运动裤其实还蛮担心这一点的吧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特别宽大什么 就会显得腿型不是很好看 然后但是这条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它这个橡皮筋啊 就是ZARA的裤子呢 特别大特别松 特别是橡皮筋款 所以就是它 所以它但你前面有松紧带 然后你可以自己就是把它抽紧一点 那这样就意味着 你真的是完全不用担心 就是穿的时候会包着或者怎么样吧 就是非常舒适 你们知道吗 然后而且就是很随意 但是它又不是那种感觉是纯的运动裤 就是你感觉穿上就要去跑步的那种 也是因为材质的关系嘛 就是你日常出门也是可以穿出去的 我经常穿它出去逛街什么的 就很舒服 另外一条呢是更宽松 它是条阔腿裤 就是腰身这里也是一个那个橡皮筋嘛 这条的橡皮筋 也不是 我觉得它就是腰身特别特别松 所以其实 但是它是高腰的 所以就如果你穿比较短的衣服 或者你有把衣服塞进去 或者你穿比较宽松的长的衣服 盖在外面的话 别人也是看不出你腰那里 其实是空了一块的 就我有空了一块这样子吧 然后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是穿那种很短的衣服 稍微露出一点腰的部分的话 就是其实还蛮好看 因为它是大概是这样一个形状下来的 它那个 它虽然就是腰身已经很松了 但是它贴着你腰的这一块是竖着的 你们懂啊 就是收的 就感觉有收进去 然后再阔出来的那个形状 就其实露出来一点也挺好看的 这条裤子的最大的优点是 我就是一直很想买一条 阔腿裤 然后特别特别宽松 然后长到拖地 或者你穿个什么白跑鞋 正好擦到地的那种长度 然后但是一定要够垂 然后够可以随 随着你走路的时候 就可以摆起来的那种样子吧 并且呢 不能显得腿很短 或者胯很宽 或者腿很粗 这条裤子有做到 对 因为它是 首先它是竖条纹嘛 就会显得比较瘦 然后其次的话 就是因为它真的 我觉得它料子做得蛮好 然后行做得也很好 真的非常宽松 但是它就是 它的那个裤腿 不是直直的下来的 稍稍微有从腰身这里 慢慢慢慢扩大的感觉 所以就是我觉得穿起来样子还挺好看 接下去呢 是两个头发上有的东西 首先是一个护发素 这个护发素呢 我其实买得非常的随机 就是我当时去冰岛玩之前嘛 发现自己没有那个小罐装的 就是可以带出门的护发素 我就去boots 随便拿了一瓶 然后我当时只是想着 我不要用那个 我知道的牌子 或者是我有用过的 我想说干脆 既然是要买小一点的size 我就挑一个自己没有用过的 然后结果没有想到 用下来之后 还挺好用的 就最近非常非常喜欢 打算去回购大瓶 牌子应该是这个 因为上面可能是 上面应该是介绍 它里面有什么油 什么油 什么油之类的 对 然后长得很可爱 就是很圆润的包装 就我当时带去冰岛用嘛 我其实那个时候 还不是很确定 因为我觉得它 最大的优点在于 我现在头发很毛 因为一直在染嘛 就是它用完之后 真的很顺 我之前应该有讲过 就是我最近用到的 护发素或者是那个发膜 这叫什么treatment 就是其实都没有很润子了 用好之后 其实感觉效果不是特别特别大 然后我去冰岛的时候呢 还一度怀疑说 因为我觉得北欧的天气和水质 有对皮肤和头发都比较友善嘛 我当时就是用这个洗完头之后 就觉得头发特别特别顺 当时我有怀疑过 是不是因为在冰岛的关系 然后后来我回来之后 就是有继续用嘛 然后我就发现 不 它就真的是比如说 比湿滑扣那些 就是要好用 就真的非常润 它里面应该是有那个什么 阿甘油和摩洛哥 摩洛哥油吧 应该是这种 对反正就是我就觉得洗完之后 头发很顺 就是我终于有意识到 我有用过护发素了 就是我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这个感觉了 我觉得我用什么护发素 都没什么效果 就是可能冲掉之后 头发又比较干涩 但是这个有好一点 真的有加分 就是头发真的有变得比较光泽 然后比较顺一点 所以这款小的用完之后 我会去回购一个大的 还有一个呢是一个染发膏 但是这个染发膏 我觉得我应该比较想推荐的是 牌子本身而不是特定的颜色或者什么 就是我上一次的购物分享 是上一次吗 还是再上一次 就是反正我说我买了一个新的牌子的染发膏 就是这个 Nighton Wilson 这个的话 BOOTS应该是没有买的 Super Drag有 然后别的我没有研究过 可能Amazon有吧 反正就是这样子 我买的系列 就是它还是分很多很多系列的 我买的系列是这个 这个系列呢就是颜色会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正常 然后这次买了一个新的颜色 是红色的7.5度 我现在头发呢 就是我刚刚给你们看的那个颜色 就是理论上来说 它应该是一个红色 对不对 但是说实话 我染完的时候 心理落差还是蛮大的 因为我其实看它盒子上的颜色 就我以为染出来是会很明显的红 就可能是个樱桃红之类的 特别是看它后面的效果图 染出来根本不是这件事情 我就是湿着头发出来的时候 我一看照镜子已经绝望了 就想说怎么这么深啊 然后我觉得你们可能透过屏幕看 可能根本就看不出我头发是红的 可能对着灯的地方是红的吧 但是现实世界中 你看我本人头发还是比较偏红色那种了 但是为什么就是这个效果 我还是想推荐它呢 是因为我上一个 就在我去冰岛之前 还录过一个Vlog 就是我上一次买的那个颜色 也是这个牌子的染发膏染的 同一个系列嘛 就是这两次染完我都觉得 就我觉得它的颜色覆盖力非常好 因为我当时染之前 头发已经 黑头发已经长出来很多了 然后就是那个色差很明显非常丑 因为我当时是粉色的 粉色和黑色你们可以想象吗 但是我上一次染那个颜色 大概是八点几度 其实也是比较偏灰棕色 还是带灰色调的金棕色那种嘛 就是没有想到可以把黑色头发都盖过去 我觉得它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个本来颜色就比较深 但是这两个颜色都可以把黑色的头发盖得非常好 就是你的确可以看到染上颜色了 而且就是颜色深管深嘛 就是我觉得它这个染发膏染出来的颜色质感很好 你们可以明白我的说什么吗 就是感觉那个颜色不是很廉价 上一次那个颜色其实挺浅的 就相比今天的话 其实挺浅的 而且是肉眼可见的 知道我染了一个大概是个什么颜色 而不是像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染了红的 但是就算是浅色也感觉 好像看去比较高级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染发膏本身 就不管它 因为它这个系列本来就不是特别特别奇怪的颜色嘛 都不是 然后它有另外一个系列 就是颜色很奇怪 它都是灰色 就你可能是灰色头发搭地 染出来才比较好看嘛 然后但是这个系列 目前为止我用的两个颜色染出来 我都觉得颜色挺不错的 就是感觉不是很廉价的那种颜色 不是很非主流啊什么的之类的 就是感觉上 并不觉得你用了一个很便宜很便宜的染发膏 染出来 因为这个打折也很便宜就五块多吧 可能 所以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它的效果的 接下去呢 就是脸上用的产品 首先是护肤品 这次护肤品只有一样 就是一个那个海兰之谜的soft lotion 这瓶是我新买的 然后就是刚刚拆 其实这个跟它之前 我有买过的一个mat的那个版本 是一样的 陶瓷品自发可能是巨重 给你们看一下 是在哪 是在这 这个的话 其实我记得应该出了很久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去年就上市了 应该是 因为我从它刚开始出的时候嘛 就经常收到小样 你们知道吗 就是如果你去专柜 或者我在官网买东西 他们非常爱送这个的小样 仿佛取之不尽 就是你去问别的小样 都没有的 今天都没获得 这个永远都会有 然后我就觉得 就我一直用小样 靠着小样 大概可以一直 断断续续一直用一直用 到现在都没用完 现在还有几只 没有拆过的小样 然后所以这个 其实是我回购的 第一瓶正装 但是其实我从第一次用它 我就挺喜欢的 而且我第一次用它 就是大夏天嘛 我当时用这个之前 有一点点担心 就是会怕 会不会长痘啊之类的嘛 我当时是在那个西班牙 然后就很热 三十五六度那种天气用啊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没有任何负担 然后后来呢 一直没有回购 是因为一是一开始 那个无油乳液 没有停产 我就有囤货在用 然后停产之后 它新版本的 Matte Lotion 不是就上了吗 我就想说 那我肯定是 买那个 亚光的那个版本 可能会更加轻薄嘛 因为我这种 豆皮真的很担心 我就去用了那个 但是呢 上一次的空瓶 你们就是有见到 那一个的空瓶吗 就是我当时就有说 我其实真的 没有很喜欢它 我不懂它改版的 意义在哪里 然后相比之下 反而是 这个Soft Lotion 理论上来说 你是不是应该 比Matte更加的油润 或者厚重一点 没有啊 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啊 它超轻薄的 就是我觉得 它们俩上脸之后的 效果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那个 新的Matte版本的Lotion 根本就没有 即时亚光的效果 我没有感觉到 亚光在哪里 你们知道吗 所以就变成 它们俩上脸的效果 一模一样 这个我觉得还 润一点 就我这个脸下 非常尴尬嘛 就是我又担心 太厚重长痘 又不能不保湿 然后所以 在这个情况下 我反而觉得 这个Soft Lotion的 厚重程度 对我来说 正正好好 而且本豆皮清测 真的大夏天用 也不会长豆 这是我担心的事情 完全没有再发生 然后所以这一次 正好前两天 那个Harrows打折 然后我就 也没有打折 就是对 我朋友申请了个9折嘛 然后我就去买了一瓶 然后呢 是两个粉底液 一个是这个 娇兰的这个 黑钻 是叫金钻 还是叫黑钻 好像淘宝上 什么名字都有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个Dior的 花蜜的那个 粉霜 我觉得应该很难对焦 我把名字 带在下面了 好吗 然后这两个 其实先说共同点 就他们两个人 在我脸上的 妆效 遮瑕力 适合用的季节 完全一模一样 然后唯一的区别 就是色号的不同 虽然他们两个 根本就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牌子 事实上质地 也有一点点不同嘛 但是很奇怪 就在我脸上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具体 给你们说一说啊 就基本上来说呢 这两个 在我心里 一开始都是 应该适合冬天用的 粉底液 我这两个 最开始用呢 是年前的时候 不是回国嘛 我就在那个淘宝 买了分装 然后当时我脸 因为很干 但上海其实 气候比较湿润一点 就是这两个 当时在上海用的 都非常非常合适 那个时候 大概是12月底 1月初嘛 其实是冬天 然后天气也比较冷啊 但所以我觉得 跟气候湿不湿润 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后来回英国的时候 就在机场 这两个都买了震装 呃 哦 色号 色号问题 色号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其实就唯一的区别是这个 就娇蓝这个我买的是01 然后这个Dior这个 我买的是02 对 所以02会比较暗一点点 我回到英国之后 也是冬天 但是英国就真的比较干 我第一次明显的感觉到差别 呃 我开了娇蓝之后发现 诶 跟是在上海比起来 好难推开啊 好奇怪啊 就是明明 它是比较稠一点点的粉底液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英国就不行 然后就是 呃 那个装饰也不好看 然后就感觉太干了 你不是比较厚的粉底液吗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后来 不行 我就开了Dior也开了 也开了之后发现是同样的问题 Dior是纯粹的粉霜 就是它是不太 几乎不流动的那种质地 就是比较了还要再厚重嘛 我想说 你们这种质地 不就是应该放着冬天用的吗 是英国的天气有问题吧 就是真的一点都不合适 然后两个人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后来就是 又重新去买了YSL之类的 你们也知道 呃 我大概是从上个月 又开始把它们拿出来用了嘛 然后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是因为较兰这一瓶呢 那个保质期比较短 它开瓶之后 六个月 就要用掉了 所以我其实前段时间 有一直盯着它用用用 然后我发现 天气热起来之后呢 诶 又可以上妆了 然后也很好推开啊 然后中效也非常好啊 光泽度啊 然后什么遮瑕力啊 都非常完美 就那个时候 大概是英国十几度的时候吧 我今天用的是Dior这个 呃 所以就是现在这个颜色比较适合 我就是几乎 没有什么 不会产生很尴尬的色差 就是脸跟脖子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情况 然后 呃 我给你们放张图在这里 你们就大概就能知道 颜色差别 就还是蛮大的 以上呢 就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的一些产品 我总算赶在那个太阳彻底下山之前录完了 但现在已经看不到太阳了 然后我的头发也已经塌下来了 我刚剪头发了 我知道现在超级长 现在就是卷起来的无从下手那种 然后呢 就是依然 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因为最近其实开始 集中打折了嘛 所以如果说可以给你们一点灵感 你们打算花点钱啊 什么之类的 可以给你们一点灵感的话 就也不错 大家一起花钱吧 我最近就花了好多钱 对 然后就是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啦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